這個水面線可以參照這個東西把它搬過來 聽懂嗎? 水面線可以這樣參照搬過來 水面線在三分之一的地方 這個叫水面線 水面線 水面線的話我們就直接輸入水面線 那我在三分之一的地方或四分之三也可以 這就把它移過來都可以 然後你就是CO 那如果你要三分之一就是offset 好不好?就是把它照開 現在要把那個要把剛剛sketch鎖都打開 好不好?不然你不能編輯 那這邊是多少?查一下 我記得是2嘛 對不對?這是2嘛 那2的話除以3 就三分之二嘛 那你offset的 一樣offset的 好,先炸開 offset之後 offset跟它講是2除以3 那這樣下來就是水面線的位置 那這水面線的位置製造的時候 這條線給它重線 好 好,那這些氫線可以這樣解過來 那這些氫線可以這樣解過來 從這邊三分之一的地方 我們畫一條虛線 我們畫一條槽線 我們畫一條槽線 再把這些符號接過來 我其實要選的是這個圓弧面的那個而已 然後以這個為主 抓下來 可以了嗎? 再把它剪線 可以吧? TR 其實你可以選切割編啊 傳統的就是這樣的做法而已 好,這樣你們很快 再做一次TR切割編 2004版的是直接就認定切割編啊 那比較這個版本就是 好,按下Enter 你就是必須 那不夠了就要延長它 好不好? 好,那這個就水面線 要記得畫一個倒三角形 一個倒三角,跟它一樣縮小的倒三角形 好不好? 那你用正30度來畫也可以 多邊形來畫一個倒三角形 好不好? 那這個就完成 好,然後這個地方我們來看 這個地方我們挑一個來做 這個就是木頭的紋路 等一下你們自己按照這個來看 木頭的紋路怎麼做 那以這個好了 木料面花紋 它還是細線 我們就先更改木料面花紋 好,這個時候邊邊我還是改種線 這個時候你要做H的時候移到H層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交一個指令叫Sketch 按下Enter Sketch裡面它有一個增量 這增量它原本設定增量是1 公差0.5 增量1的話是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是1公分 那你那個增量曲線的增量1單位1公分 畫起來的區面會不是很好看 這時候我們把增量改成0.1 看看 好,這時候我們要指定手繪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畫下來 用你的滑鼠去試試看 然後開始指定手繪 然後就開始 好,這個要憑手感喔 好不好 指定手繪 OK 好,開始 Enter Enter一下 有沒有看到0.01是這樣 這邊出錘 再一次 Enter 就是一直按Enter 好,完成之後呢 這樣當然是不能看 我們就把 用train把它剪掉 不過注意喔 它是0.01公分 0.01公分 你要很辛苦的去剪 你懂意思嗎 你懂意思齁 這剪的時候就比較麻煩 如果你要用 選的時候給它切割邊 各位齁 TR 這時候就是要選切割邊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就給它選起來 再來 再一次齁 選切割邊 Enter之後 看到沒 這個先選,先剪 剪靠近的就好 你不要剪得那麼多 好,剪靠近的就好 因為 其他值可以直接選取刪除 知道嗎 好 好 因為我不要 所以我說這個是純粹平手感 好不好 各位就試試看 好不好 那這個地方我就不再做示範了齁 你把它剪完之後 剩下這個部分呢 你就把它選取 直接怎麼樣 刪除 知道嗎 好,你不必剪線了齁 你看它選的都是分線段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0.01會不會太小 會 那你如果0.1的話 曲線就沒有那麼漂亮 好不好 這就是大概跟各位示範一下 Sketch怎麼做 好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 各位憑手感來做了 這我也沒有辦法跟你講怎麼樣 你就憑手感去畫畫看 憑手感去畫畫看 好不好 好 那你就把這兩個把它完成 跟這三個 那還有這一個 碎石塊剖面 跟碎石剖面 好 憑手感去畫 那這邊就是符號寫寫字 剖面符號 用尺寸標註 好 L1引線 畫一個箭頭 中心線畫一條線 那這邊寫一下文字 好不好 這個我就不示範了 好 那這個部分就交給各位去做 把它完成 好 這個圖面 等一下我們來帶一下出圖 怎麼做 好不好 那各位就試試看 我找找找看有沒有gravo 這gravo它底下有沒有 對不起在這裡 gravo這個地方 到底有沒有這個符號呢 這個叫做 碎塊石剖面 我先點 好 奇怪怪的 好 這個好了之後 我找找看有沒有碎塊石剖面 好 如果沒有 各位就要用sketch的方式來畫了 知道嗎 知道嗎 好 我一樣用h找找看 看看這邊有沒有我們要的卵絲 我記得以前有 我記得以前有 後來好像是拿掉了 以前的版本有看到過 這裡有gravo 這裡有gravo 太棒了 這就是卵絲 好像比例小了一點 好 那各位就不用畫了 太好了 預覽 OK 確定 會了嗎 所以我說這個你就不用畫了 它有的符號 你就用它的符號 可以嗎 沒有的 就麻煩你 你就這麼辛苦的把它剪一剪 做一做 OK 好 那等一下 五分鐘後我講解怎麼出圖 好不好 先這樣子 OK